在北京的時候 我跟北京的一些狗仔 我們一起上廁所 我脫下來的時候說 哇靠 怎麼台語都吃什麼東西啊 我問你 誰這樣子會有超過20的 超過20的 沒有沒有沒有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格思琦真實尺寸 僅帶北京狗仔 10萬 Heavy 車碼被普志宇 穿我旁去 兩位先來講一下 今天的最大的終局 是讓你吃 合體好奇怪 合體好奇怪 欸 情不驚喜 亦不意外 葛思琦跟普志宇即將合體 主持網路節目喔 大合體是不是要這樣 不要叫我 從收到路隨時啊 等他回來吧 等他回來 怎麼樣 對對對 我快去了 要去了 是嗎 覺得要去北京 準備好 準備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準備我的台報證就可以了啊 我會釋出善意啦 怎麼就必死啊 不自殺生命 我沒有就是要做傻事 我今天只去判一些 銀行商品的業務 還有呢 順道去了解那些法律的一些情況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就一些好朋友一起吃個飯 對 請各位北京的大大 好高台貴手 20小時如果沒回復的話 希望大家 能幫我聯絡我的家人 48小時如果沒有回復的話 請幫我幫一下施工人口 求你原諒的話 你會怎麼辦 他沒有什麼原諒不原諒的問題啊 他又沒有對不起我 這個時候你就要跟他講 好 那 我可以原諒你 你就出來 當男優 我們一起幹一票 賺一筆 你一定會大眾 其實我最後一次 跟不知語見面 是因為 他那個時候在爭取男優 他找我去當評審 我就說 但我對女生那邊比較沒有興趣 我對男生那個 你看他是不是g 他是不是g 我很好奇 因為他 他自稱他的屌超大 不是不是不是 喂喂 因為我們常出差 他有時候會去泡溫泉 一進去 就不知道日本人都走了 不知道為什麼 巨盲就是 在北京的時候 我們跟 就是北京人去狗仔 我們一起上廁所 我脫下來的時候說 哇靠 那麼台灣都吃什麼東西啊 所以你號稱的 光溫屋 你叫他這樣不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不準啊 這個絕對不準 我問你 誰這樣子會有超過20的 超過20的 欸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哇 我問你喔 這支麥克風你覺得算長還是算短暫的 你說 長度嗎 對 廢話 當然算長啊 OK 其實真的 沒有 因為其他造型也蠻像的嘛 等一下 這樣我怎麼面對麥克風 你說你需求下降性啊 你需要很久 人到一個人追溯的時候 就這個東西可能就沒有到一定要 怎麼可能的啊 真的沒有 多久沒有了 真的沒有 都沒有 其實他比我年輕欸 我需要超大的啊 但是你年輕說不滿足啊 他是貴金不貴多 對啦 重質不重要 對 這個是你要深夜播嗎 哇 真的很好笑 他比我更適合倒AV 不是 你說要倒AV 這個我還沒跟他算賬 他跟AV市場這一塊 他還沒接觸的時候 AV市場早就找我來當同仇了 都要半年 等一下 他就變成台灣AV導演了 但你含恨到現在是一個人 我不會含恨沒有含恨 只是錢沒有拿到而已 那個時候價碼都談好了 有超過十萬 這樣前往你拿過去嗎 欸不是 我要強調 他沒有講是哪一個廠商喔 這段時間 我正失業中 天啊 冤枉啊 你們兩個的愛上情緒 不是誰啊 前世情緣 誰跟你 你說我跟你嗎 對 你開什麼玩笑 你這麼適合我 我怎麼受得了